中文字幕——YK 2017年19岁的邹靖元初登国际赛场 就夺得了世界锦标赛双杠下面的关注 第二年他又以超过16分的成绩蝉联这枚金牌 在得分上显示出的优势 是中国男子体操队重新启航的巨大动力 体操迷们也乐于把这看作是天才现实的续片 这就是范本 双杠的范本就是这样的 对 教科书般的动作 就是很多体操迷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 就是我们大厅上的三个字叫他 聚分园 聚分园 从2017年到现在31场的双杠较量 那其中有15场都达到了16分或者16分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 作为东京奥运周期的男团主力 周景元在练习其他项目的同时又提高了双杠的动作难度 要加进成套里面或者还编排上面 怎样体能或者稳定性 所以怎么编排怎么加进去都是一个难题 像今天我生日的话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大一岁了 到时候挺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以前那么开心呢 2019年 周景元带着7.2分的动作难度 亮相世界锦标赛 赛前的训练很顺利 但是因为资格赛上出现了失误 未免冠军被挡在了决赛的门外 是想做一套最完美的一套 然后上去之后 可能就是想去表现 特别想去表现 根本就没有想去 说我要去拿冠军什么 因为当时觉得冠军对于我来说 我只想把自己做好的行 比赛就是这样 我宁愿你送到这 也别送到东京去 由于疫情和奥运会的延期 全国锦标赛就成了检验训练水平的重要平台 2020年和2021年 邹靖元连续两年在比赛中 出现了重大失误 威尔特城悬悬出现了失误 索性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 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现在发现问题还来了几感 我觉得就是遇到一个瓶颈的 这个瓶颈只能靠自己去夸我去 说我教科书 我都想把动作做成教科书 其实反而跟我的压力很大 就失败就失败了 完了之后怎么去决定它 怎么去面对它 这样的话 那失败就是一次成功的一次经验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解决它心理的 解决它如何在赛场上 能够发挥出水平来 它这套只要发挥出来 那它就夺管希望非常大 就是稳住 没有别的 因为代表的国家不一样的 不像我在全国比赛代表自己 我可以去尝试 但这个是奥运会代表的国家的时候 我是有责任的 2021年8月3号 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男子双杠决赛 第一个完成比赛的土耳其选手 拥有7.0的全场最高难度分 周静元第二个登场 尽管没有难度分上的优势 但是他依然以毫无争议的表现 收获了16.233的全场最高分 周静元兑现了赛前的忍诺 那句看似简单的稳住 在东京奥运赛场 体操你们心中的聚分员回来 周静元加油 我们一起在这里又追到了 而且也走上领想来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谢谢你们 你们一起努力 以后比赛更多见面